下载看起来APP,看一万部有趣的精彩视频 一个民族的崛起,一个王朝的建立 一段历史的开始 很多时候都是由一场战役的胜利开始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改变历史的战役 Ready,Go 五千年前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群架 施大哥和黄大哥带领小弟们在太行山附近大打出手 史称独鹿之战 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次群架 正是因为黄大哥打赢了 才确定了在华夏民族的正统地位 要是吃两个赢了 我们现在可能就不叫华夏了 春秋战国时期黑帮乱战 在不断的斗殴中小秦的势力越来越大 终于小秦决定一统黑道 但是您知道的 通往成功的道路总是有无数块半角石的 小赵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块 最后长平之战解决了这块半角石 至此小秦统一黑道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果没有这一战 春秋战国的黑帮乱战局面 还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呢 秦北灭之后 地盘被各个势力刮僧 其中最大的两股势力就是刘邦和项羽 项羽想着分封各个堂口 这可是历史的造退啊 于是进步青年刘邦站了出来 该下之战爆发了 汉的建立标志着郡县制度正式在中国榨根 同时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 延绵最长的封建王朝 南北朝时期 少数民族一直想要侵占汉族的地盘 因此东京与前勤上演了一部肥水之战 结果是被称为东方拿破仑的 前勤福建大帝战败 他一种中华的梦想落空了 咱们汉族险些被蛮化呀 此战之后 中国开始了长达两三百年的大乱史 直到杨坚建立随朝 要知道 与此同时 欧洲同样经历了蛮族入侵的相同命运 但是欧洲却再无大一统的帝国出现 宋朝最著名的崖山海战 素有崖山之后无中国 冥王之后无花夏的说法 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明的带头大哥跟其他朝代的不同 打架的时候特别喜欢亲自上阵 终于在图屋宝战办 被对面的黑帮给抓了 由于索要的书精太高 明就选了一个新大哥 这场战争让明由胜转衰 清朝的鸦片战争 开启了中国半职兵地 半封建化的历史进程 也让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地位 由此奠地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心头 挥之不去的隐痛 在此我们就不多说了 然而 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秦国 怎么就被一帮农民所颠覆了呢 其实 这和秦国八十万军队神秘失踪 脱不开关系 这是怎么回事 关注看见微信公众号 回复秦军失踪 你就知道了 结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